大家好,這是韓尼法精通雙语的野说家 来自新加坡,我是精通雙语 你指了,如果你认识到我了 你可以真正的可以 不只是可以精通一种语言 甚至两种语言 因为我是非华人 我可以讲华语,可以讲英语 那当你不可以把你的语言化发挥出来的时候 我可以稍微知道你的思维想法 是从哪里回来 你是怎么样可以表达出你的 个人的故事 那现在我要和大家分享了 我这一辈子最精彩的一个故事 在我生命当中,我往往都不会忘记这句话 就是韓尼法,你是独一无二 而且你的盲点就是 你把华语讲到极实 就是你这最棒 那这句话是谁 是怎么开始呢 就是我在一个讲演会的时候 我发现我可以透过语言去挤发人家的希望 而且帮助到很多人 因为他们在台上看到我一个非华人可以讲华语的时候 哇非常的精彩 而且打动了他们 因此我在三年之内呢 就成为了那个分会的 就是讲演会的一个会长 史上一个非华人成为他们的会长 那而且呢 这辈子的也是梦想已经带了我全家人来见证这一刻 假设回来 对 关键 写 写 写 感谢观看